其實是這個很像另外一種遊戲 其實有一個小口號 我先唸一次喔 大家這個先仔細聽喔 就是呢 鬼在陰間飄啊 誰能不哀刀啊 幾刀砍死你 OK 這是一個 是非常非常殘暴的一個感覺 不知道沒辦法 對 誰知道 誰知道大家是搭隊玩家嗎 是不是 我們現在呢 到底要怎麼玩 非常簡單 我們來請這個 游戲局的工作人員 我們來示範一下好不好 他有刀耶 刀 是 沒錯 非常簡單 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要互相拿這個道具的刀 當然就是道具 請大家不要這個驚嚇過度 因為這個是玩的 我們現在請這兩位示範一下 他們因為玩起來是怎樣 嗯 我們就是 當你喊到幾刀砍死你的時候 基本上非常簡單 就是2比1大 3比2大 4比3大 那5比4大 然後 1多少 5大 沒錯 就會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這個我再講一次 是 鬼在陰間飄啊 誰能不哀刀啊 幾刀砍死你 好不好 那那個 我們的工作人員 你們確定你們這樣可以呼吸 我們來示範一下 預備 7 1 鬼在陰間飄啊 等一下 等一下 鬼在陰間飄啊 誰能不哀刀啊 三刀砍死你 好 好 你看 他說3他說1對不對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順著 好不好 所以呢 也就是繼續 再來 繼續 鬼在陰間飄啊 誰能不哀刀啊 一刀砍死你 好 繼續 鬼在陰間飄啊 誰能不哀刀啊 兩刀砍死你 哦 沒錯 恭喜這一位 謝謝 所以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對 這個 這位喊2他喊1 所以呢順著要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才能比大小 是 那你輸了感覺怎麼樣 好 是 謝謝你 他贏了 他是1嗎 他說2 他喊1 他喊1 2 他喊1 他喊1 有